谢谢主持人介绍 大家都知道 每年就有一次 跟大会配合的 有一次测试活动 这个也是我们会议的特色 这也是我认为是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形式 然后这个测试活动 我先介绍一下 这个测试活动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这次测试活动 是我们主要聚焦在 这个互通性方面的测试 互通性方面测试 这次参与的厂商 有不多 六七家厂商 但是我们参与的测试的设备 有将近四十来台 然后我们陆续参加测试活动的工程师 有三十多个人次 我想介绍一下这次测试活动 我觉得比较有亮点的一些东西 那就是NFV方面的测试 因为往年里面 NFV测试参与的厂商还是比较少 然后从功能性 然后整体的解决方案方面 还是显得比较单薄一些 那这次呢 有一部分厂商呢 带来了比较成熟的 就是完整的这个NFV的一些解决方案 包括Mano啊 包括这个VNF啊 多种的VNF啊 包括这个NFVI啊 VM啊 这些这些 它都是以比较 它在可视化的管理啊 见面啊 用户体验方面 还都做得相当不错 再呢 在VNFV功能测试方面 在我们设计的测试用力方面 除了一部分 就是 比如说 Network Service 这个更新 这些高级功能方面 可能支持的 不太晚 全的 其他部分呢 基础的测试 已经 都是全部通过测试 还有在互通性测试方面呢 这个 多国厂商呢 都是 就是在互通性方面 也做得 这个 都相当不错 大概 整体的这个 我们执行的这个 在我们所站 所设计的测试率 和测试组合里面 这个互通性测试的通过率 大概能达到80%左右 这个我们还是觉得 相对于 这次的这个 SDN方面 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 好 还有在这个 在这个测试过程中呢 我们和那个 中国控制联盟 还组织了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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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测试研讨会 于是 在这个 研讨会期间呢 我们也会讨论了 这个 关于这个 SDN啊 IFV 这一个测试 如何去测试 测试方法 然后还有 Code 这个目前的一些 进展情况 然后Code 场景的 如何去进行一些测试 做了一些研讨 研究和讨论 然后我们也计划 在下一次的这个 这个测试的一个活动中 我们会引入 Code的一些 场景的一些测试 好 我们这次测试活动的原计划 要做一个 多厂商 然后多业务场景的一个互联互通的测试 但是 很遗憾 这个 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是因为 就是在 就是SDN的 这个互联互通方面 就是 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因为还有我们这个 由于测试时间 调试时间的不够 所以我们就没有 能把实现 我们最美好的那个愿望 就是多厂商 设备来进行多业务场景的一个测试 然后 这也是我们也会总结一些经验 在以后测试活动组织过程中 我们在厂商的一些设备协调 人员协调 在那测试调试时间 还有这个测试设备功能 调研方面 还要做一些 更加细致的一些工作 然后 就是来保障我们 按照我们的计划 按照我们的目标 来执行我们所有的一些测试 然后 关于这个测试活动 我们有出了一个 测试活动的一个白皮书 这个在我们的SDNFV的公众号上面 是可以免费去下载的 也可以去在 就是外面的那个展台的 那个背景板上 有一个自动扫描 这个二维码 能可以实现 就是下载 这个白皮书呢 也是 是每年测试活动的 输出的一个成果 这里面当然有很多 是我们对这些测试活动的 一些总结 一些测试方法 测试案例的一些设计 也希望大家呢 共同来 跟我们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 好 这是测试活动的一个环节 那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在整个测试过程中呢 我们还设计了很多 就是来自厂商的 就是SDN解决方案的一些测试 那首先呢 我要介绍的 我们一共有三个厂商的一个SDN方面的解决方案 首先我要介绍的是来自 就是新华三技术一线公司的 就是H3C IDDC2.0的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呢 我们在一共进行了一个 就是通过控制器啊 对网络的一些管理配置 自动下发配置 还有EVPN的二三次转发的一些测试 还有Span啊Leaf啊Boulder 这些节点 还有骨干互联网线路方面的一些高可用方面 还有虚拟自由云的支持性方面的功能 做那个全面 还有细致的一些测试评估 我们通过我们的测试呢 我们发现这个 这个H3CV CF Fabric呢 具备有良好的这个扩展性 大家知道在去年的这个测试大会前夕 我们给华三的这个VCF C控制器 我们做了全面的一个 就是功能和性能方面的一个测试验证 那也是展现出了他们 就是比较强的一些性能 和一些比较全的一些东西向的一些机群 这方面能力 那这次呢在Fabric的设备方面呢 还有在整体解决方案方面 它又具备了展现出了具备良好的一些 可扩展性 无论是在Span 和Leaf 和Border方面呢 都有很好的弹性的扩展性和组网的方案 还有一个呢是在就是整体的这个可视化的一些管理界面方面呢 就是这个提前处来华三的这个解决方案呢 只有就是一键的可配置数据中心网络 它同时也支持这个计算啊 存储啊 网络资源啊 自动化的一些管理监控排措这方面 还有这次呢我们引入了就是 把华三的一些这个解决方案 通主流的安全设备厂商 类似于这个四科中立派的安全设备 跟华为的这个解决方案 进行了引流和代理方面的一些 这个融合方面的测试 也实现了表明了这个华三 在这个方面都完全通过了测试 也实现了这个华三这个解决方案 这个在主流厂商那方面的 这个深度的这个晚安融合的这方面的功能 那从整体的测试结果来看呢 我们看这个华三IDC2.0的这个解决方案呢 它有具备开放的一个就是标准协议 以及这个SDN这个开放的 这个新一代的IT的架构 这个方案呢还技术上还是比较成熟 在功能上也比较丰富 然后我可推荐嘛 可以用于这种各个行业的一些商业部署 这个是我对整个华三的这个解决方案的 一个总体的介绍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这个新华三 这个集团的副总裁 毕首维毕总上来 来领取我们的这个解决方案的证书 这边 接下来我来介绍就是来自锐杰的锐杰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的锐杰基检运数据中心网络解决方案的一个 介绍 这个锐杰的这个解决方案跟它这个名字也极其的匹配 它是个极简 极简的运数中心 然后从整个的测试验证过程中也能体现出来 我们一共设计了大概有22个测试用力 然后都全部通过了测试 整体的测试情况就是体现了这个锐杰在通过集中的控制器的用户 特别是用户的一些日制啊 网络资源的管理啊 运维管理方面实现了这个网络资源化的迟化 还有一些安全设备的资源迟化 然后租户的管理 自动化的运维 网络设备健康情况都有一些完全的感知 并具备这个汇聚层 核心网络层 以及这个SD控制器的HA高可用性 然后该数据中心的解决方案呢 技术还是相当成熟 而且具有这个清晰的一些部署模式 下面呢我们有请这个 这个瑞杰网络公司的 瑞杰网络交换机事业部 营销总监宅彭远先生宅总 来上台来领取我们的 这个解决方案的认证证书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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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还有一个解决方案的介绍 最后一个解决方案是来自广州 西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他们的解决方案是西脉SD-WAN解决方案 然后我们这边一共设计了18个测试用力 然后全部也通过了测试 然后这个西脉 这个SD-WAN的解决方案呢 它主要是由西脉的自主研发的控制器 和自主研发的白核交换机 虚拟路由器组织的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 他们不仅支持像南乡的OpenFloor NetComfort OSDB等等南乡的协议 同时也支持传统的就是OSPF BGP VPN 还有防火墙等传统的网络功能 就是说它是一个混合的一个解决方案 同时它也提供丰富的百项的 REST API的这个接口 用户进行调用和REST开发 通过使用西脉的这个控制器 来管理这些网员的一些设备 进行一些流表的下发 然后一些配置的下发 一些路由的发现 然后整体通过测试呢 表现出来整体这个解决方案呢 它的功能还是比较完善 然后技术承受度也比较高 也同样的具有一些清晰的 这个商业的部署模式 然后那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西脉的这个研发总监 然后何清鹏先生上台来 领取这个我们解决方案的证书 接下来还有一个认证 这个是来自ONF的OpenFloor 1.3的认证 接下来我们有请ONF的副主席 ASM先生上台来 然后我们同时有请这个锐节网络的那个 锐节网络的代表来上台来 领取这个OpenFloor 1.3的这个认证 这边是一个认证的这个研发 的这边是一个认证的这个研发 好 我们这个环节的 白皮书发布 还有班正的环节都是结束 谢谢大家